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 我們看看蔡英文她講什麼 她又感性催票 釋放一個影片 就講說我們可以做更多 親自配音來為這個競選來催票 然後就說這是2022年度的感動具現 要選一個會為家鄉做事情的人 那她之前不是也在講說什麼 我們司法改革如何如何 我們的這個人 什麼台鐵的改革如何如何 所以像很多的網友就反諷她 就講說你是不是越缺啥就宣傳啥 就是根本沒有改革司法 沒有改革任何你所提到的事情 你反而就這樣大肆宣傳說 我們在做事 就代表你真的沒在做事情 所以現在看起來像治安的敗壞 這個事情就是引起全台灣的注意 但是更妙的是蘇貞昌的講法 蘇貞昌她現在講說什麼 這種詐騙虐求槍擊案頻傳 她說是因為民眾對於治安的要求提高了 所以民眾就覺得很奇怪 我只是想要這個平安 我只是想要安全 這樣叫做要求太高 還是說不行破壞你跟大家講的這個大內宣 因為我們是舉世滔滔的幸福之地 所有的事情只要民眾有所質疑 就叫做什麼不要太不滿 所以通通都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在掩耳盜鈴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二月份的時候 其實蘇貞昌才有這樣的治安匯報 他就講說民眾對於維持治安的信心 平均超過85%的滿意度 人家就想說 你看看二月到現在短短八個月 難道是說治安大崩壞嗎 還是說這85%其實是吹牛呢 還有很多人講說以上皆是都有可能 都存在這樣的問題 但是我們的總統蔡英文的臉書 仍然在關心什麼 只有選舉的事情 因為張敦海只有告訴大家千篇一律 相關問題請問警政署 就是跟他沒有關係 他也沒有要針對這件事情 大家關心的治安問題 或者是這些詐騙問題來回答 但是現在詐騙問題 就從什麼淡水到清浦 接二連三下已經變全台遍地開花了 彰化的警方也破獲詐騙集團 三年洗錢34億 還救出了9名遭拘禁的人頭戶 還有新竹這邊也有南大生求職 被求差點被送往柬埔寨 然後警方也破獲逮到了9個人 花蓮的檢警也破獲了 柬埔寨的人口販運集團 有11人送辦 但是大絕招出來了 他們說這些都是阿貢的陰謀 自由時報又跳出來講 他就說我們的台人 現在會交到柬埔寨的 中國詐騙集團 還有駐軍跟這個財通園區 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等於說我們台灣 跟這邊這個中國大陸解放軍 竟然有駐軍相通相往來 然後這樣子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退一萬步講 退一萬步講這問題會在哪裡 這不就蔡英文的問題嗎 如果我們真的 我們自己的詐騙集團 都已經有解放軍的這個勢力 進來的話 那就是你蔡英文的問題 之前蘇貞上不是告訴我們 桃園市長要守國門 那他說鄭運鵬才能帶大家前進 那可是現在柬埔寨出現這樣的問題 是代表說什麼 鄭文燦沒有守住國門嗎 用你們的邏輯來回應你們 所以真的不要再在那邊講太多 你自己治安不好 不要再扯中共 不要再扯這個中國大陸的問題了 再來人家還在講說 是不是只剩下我們沒有槍 因為這個選前又看到了 除了詐騙大開花之外 槍枝各式各樣的槍枝 琳琅滿目有衝鋒槍 布槍 手槍 在台南出現 在高雄出現 在台中出現 怎麼不是槍就是這個囚禁詐騙 然後官員天天在顧選舉 這就是我們人民的聲音 那但是蔡英文都沒有在管這些事情 只管著我怎麼樣鞏固我的陰系 鞏固我所有的用人嗎 現在警記的問題連環報 警政署長黃明昭說 現在全力查辦 然後從眾處分 中山分局的偵察隊長 就被爆料說去賭場賭牌 那結果不到一天寄過八關 但是有人就講說這是不是同樣的標準 陳哲文跟這個黑道出入招待所 到現在好像也沒有一些相關的懲處出來 那我們也看到蘇煥志 就是這個他的講法是說 蔡英文用黑道當國策顧問 其實就是讓整體腐敗的一大關鍵 這個首先我們來請教一下正元格 這個實在很令人難過跟頭痛的一個問題 黑道有問題 就是要靠警察去處理 警察有問題就要靠總統去處理 但是我們的總統把黑道找來當國策顧問 而且他們家有的商事 有很多警察都跑去他家折蓮花 這個變成說當你總統想要處理 這個治安問題的時候 你的黑道扮演的角色是在指揮警察 你叫警察怎麼能夠產生這種強有力的鎮壓黑道的效果 對 就變得很難 就亂成一團 亂的緣統就是我們總統在這個問題的考慮 還有作風實在是令人難以理解 第一個我們要想一件事情 這些綁架案或者是所謂的詐欺案 剛開始都不是什麼大咖的黑道人物 都是很多那種小角色的人慢慢去養大的 台灣就是因為這樣子變成一個電信詐騙王國 電信詐騙王國都會涉及到人頭戶開 人頭戶最近因為台灣查得比較嚴格 所以變成這種人頭戶在抓真正的人的固頭來用 那就產生了綁架或者妨礙自由 那現在綁架妨礙自由又涉及到人命 就一環扣一環這種犯罪鏈越滾越大 然後這裡面的力頭很大 所以變成這些各式各樣的黑道 什麼風飛沙幫的什麼什麼 以前也都明不見經傳 但是為了靠這個來賺起龐大的金錢 他們發現就是柬埔賽模式 那柬埔賽我們講不客氣法 那個是台灣文化的輸出 就是台灣詐騙文化的一個輸出 輸出到中國大陸去 因為中國最近崛起有錢人多了 又少不能登的 所以台灣每一年從中國大陸 可以詐騙到的金錢相當的龐大 後來因為台灣的警方有打擊過一陣子 就移到海外去了 不是移到什麼肯尼亞馬來西亞 現在移到柬埔賽 為什麼 因為柬埔賽跟中國大陸的關係相對的好 那兩方面來往的比較多的話 比較容易躲藏 比較容易隱藏 再加上柬埔賽的政府基本上 只要不影響到他們老百姓 他都採取放熱的台獨 管那是你台灣人 你中國人 對柬埔賽來講 你都是中國人 對不對 管你去什麼關係 那在這種特殊條件底下 就達成一個結論 很多人就要採取柬埔賽模式 所以我們新聞上看到了 令人難過的這些事件 一而再再而三 應該只是冰山的一角 那好 請問你 你警察的高官都可以到這種 黑道的場所裡面去快樂一番了 那有什麼不可以 那黑道的問題一再擴大 誰在管 也沒看到蔡英文臉書上 講一句不是 有說一句說警察不應該這麼做 他還是不整天在講陳時中 選舉對他比較重要 老百姓這些困難的問題 對他來講已經是 他2024以後的事情 那不用管了 好 輝文哥怎麼看 我昨天聽徐曉欣講這個 因為這是黃國昌踢包 結果徐曉欣也有 所以可見把這影片 這是2019年的 考古的影片丟出來 照片丟出來的 這個是別有用心 這個看起來 推這個排酒 當然我們踢台又 然後把他上的這個 這個就是已經落跑的 這個詐騙集團的祖先 這個是當時在內湖 後來在中山的偵察隊長 這個是救的 這個是誰 結果搞半天這個也是警察 四個在賭的 這個也是警察 然後我看有記者寫說 這個人在洗牌 這個沒有在洗牌的 洗牌的就是莊家 那巧新影片有看過 他說什麼算你的 你擲這麼大 你不要怕死 這個我們來講 這個叫無狗 為什麼叫無狗 就是輸贏很大很快 像打麻將 那個一將打一個多小 那個是穩的 這個推排酒 這個一個晚上輸贏不得了 我想說這個小隊長 或者甚至說 偵察隊長才兩線三 小隊長一線三 例如那個行情去跟這種人 人家是賣古董的 做這個地下會對 人家都是大筆的 你們警察 輸贏還算你的 那我也要去 輸贏算你的 你也好了 那個都是 這太狠 2019的東西會丟出來 就表示說是人家放很久了 你看之前那個警察校長 那個照片 那個監視器 是2017 你也好 2017 他已經拍下來 而且宅宣像 我們這種招待所 我們如果你摸摸 蔡正元跟徐曉信 在賭博這樣拍 你給我打死 沒有人會拿手機 我猜是監視器 就是因為他們招待所 也會裝電 他會放了這麼久 這就是我的研判 就是說這兩個警察 是不是跟這個相關人等 就是說我有事情 要你幫忙 你沒幫忙 叫你幫忙 你不幫忙 那我就把 所以黃國昌有 徐曉信也有 都拿到了 你不爆料 你不爆料 再找別人 所以這個東西是 是有這個 所以他們兩個都寄過處分 這個我覺得 我不曉得警政 其實警政署比我還清楚 那個寄過根本就沒 他還是警察 為什麼我們的警察 有這個行情去賭這種 這麼大的這個 我是很懷疑 小溪 其實他這個總共好多的故事 最近都是串在一起 那他最主要我認為 就是有一組人 他是在針對誰 是針對陰系 政治上面的陰系 那這個黑道上面 是針對天道謀 也就是說陰系跟天道謀 他們之間的合作 有一組人是看不下去了 所以一直在找各種的證據 然後現在已經差不多 這個水道渠成 要把它爆料出來 那什麼叫水道渠成 就是林秉文的落網 但是對方很不滿的是說 他背後的金主 叫做郭哲銘 他們都是涉嫌所謂的 地下會對的這個問題 那竟然在聽到風聲之後 人就跑掉了 所以最大的主謀 是沒有抓到的 是已經離開了 那他就會覺得說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他們或許整個警察系統 情治單位 他們研究這案子 研究了好久 結果竟然可能因為他什麼 有通天遁地的好關係 或不曉得任何理由 他提前離開了 所以說才會把這一連串 包括陳澤文 他去了鬆情巴巴 然後這一次的偵察隊長 在內湖的招待所的影片公布出來 好 這兩間招待所的老闆 據爆料人所說都是郭哲銘 大家聽懂嗎 都是郭哲銘 然後陳澤文他的關係 跟徐國勇的關係 以及那一場喜相逢的餐會裡面 王秉睿 徐國勇 跟整個英系 這幾件事情是環環相扣的 所以我們想要問蔡英文 你說要終結黑金 那你自己的黨內的黑金 肅清了沒有 你自己的警政系統裡面 肅清了沒有 你自己的內政部長 掌管警政單位的徐國勇 還被人家白狼說是東唐勇 結果一聲不吭不敢提告 像這樣子的人繼續做 我們的內政部長掌管警政 在王秉睿內湖分局長 他應該要輪職的時候 把人家揪來喝酒 然後2019年 有這個推牌酒影片 我要問的是 內加招待所現在還在嗎 他只是2019之後 就沒有在營業了嗎 如果他還有在營業 為什麼沒有人去抄他 是因為他跟警方 有高層有關係嗎 是因為他跟政治人物 高層有關係嗎 否則為什麼裡面 都有人在了 都有情資 都有情報了 這家招待所 可以繼續在那邊營業 沒有道理 所以蔡英文講說 要終結黑金 請先終結你自己 民進黨行政體系的黑金 所以我們再來問一下正元哥 因為現在這個蔡英文 又出來講說 他們可以做更多 現在又在選前 放出這樣子的影片 可是這真的會奏效嗎 大家都還記得 之前蔡英文問大家說 這幾年你過得好嗎 這個影片要不要拿出來 對比一下 大家沒有比較好 蔡英文旁邊有一群幕鳥 很擅長用一種文星的口氣 在做競選的口號 或者政策宣傳的口號 比如說 你是我什麼最軟的那塊肉 有沒有 蔡英文已經忘掉了吧 但是他會覺得有用 所以一而再 再而三的使用 所以他本人好像有一種 語言障礙 但是也不妨礙他的一些 文青的寫稿子把他寫的 所以他想要再一次 可是今天的蔡英文 已經不是2020的蔡英文 2020的蔡英文 的確聲勢是很強 今天的蔡英文 出來連選個里長都會落選 所以他在用什麼文青的口氣 在受選舉 真的嗎 蔡委員 真的嗎 里長都選不了 兩個多禮拜就要投票了